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在这个区议会选举当中 成功继续了现任的福建邦议员 而当选的东区后任区议员 崇许欣竟然间遭到警察预约拘捕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他在8月11日的夜晚 在城市花园一带进行拍摄和现场直播期间 呼吁街坊尉尽快回家 然后忽然间有警察蓄意阻止直播 继续把警察按在地上制服 双手套上锁带然后被捕 他在8月13日表示已经成功踢宝 不过他在昨天收到警察的内电 就说要正式就住他在8月11日的这件事 落案控告他集警罪 要求他今天去到北角警署接受调查 仇后任医员就说 当时他只不过在直播 从来就没有这个集击警员的意图 更不要说有相关的动作 他自己站在合情理的一方 而且他认为他1月1日已经正式就任了 在就任前夕被落案控诉 政治清算的意味是极浓的 他就强调自己一日未被定罪 都仍然有就任成为区议员的权利 至于早前 其实美国的CNN公布了本年度 五位推动变革的亚洲年轻人 崇许欣榜上有名 而他就真的非常谦虚 他就说到自己能够当选 不是一己之力做得到的 而是有赖示威者和年轻人的努力 真的希望这群政治素人 能够为这个区议会 带来新的气象 而且将过去二十多年的混乱情况 撥乱反正 其实我们也看到 不少的区议员在就任之前 都已经开始努力地做事 比如在荃湾区议会 多名新科的民主派区议员 已经表明 日后一定会把关严格一些 对于那些审批拨款方面 而且他们还打算在首次会议 否决民政事务处申请七万元的开支 就说要在酒店举办一个 由中联版有份主礼的 撤销朱身春团拜 即是说 本年度和中联版的春明 就不搞 因为他不批钱 七皮东西的价值 有后任区议员就说 春明属于联谊性质 在社区中心搞就行了 不用去酒店 不需要用公帑 以自助餐的形式来举办 加上他就要反对有中联版的官员为活动主礼 他就指出 日后都会反对撥款给有中联版官员主礼的活动 而民主派的人也不会出席 那么他们的决定 正正可以省下很多筹作费用 基本上就是多鸡鱼 应该将这些钱用得其所 使用在有利于民生设施上的东西 另外 关于地区节兴登式 就是希望新科议员把关都严谨一些 比如说那些圣诞 农历新年 中秋节等等 那些登式有没有必要去搞呢 或者做得这么糟糕 用不花上百多万来开销呢 这些真的要審查得非常清楚 和仔细才行 否则真的冤大头做了 而且18区都有相关的洗费 根本上是没有作用 没有意义的 现在还有几何 就像出街看登式 你猜八几年吗 是不是 好了 第三样就是关于地区的小白杖工程 现在原来有多区都希望可以懸崖立马 比如说这个观塘区 他们有一个半亿的音乐喷泉 现在区议会的新人 就希望可以杀停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音乐喷泉真的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 真的建出来摆 以及播音乐 多鬼余 新城市商场中间的音乐喷泉都拆了 用不着你特地五千万起一个吗 有哪些人会去欣赏呢 有哪些人有这样的闲情日资呢 根本上是浪费的 杀停了它 谁人都支持 另外在元朗区那里 那条十七亿天价的行人天桥 当区的三十三名民主派区议员 都希望可以把他杀停 就已经去信路政署那里了 根本上你就没有必要 建个天桥 既然要建十七亿 不如你把那些钱 加多几十亿 建一个海水化淡厂 更加有利于民生 走什么天桥 在元朗那里 根本上没有什么必要 那条路又窄 目前来说 建设这个海水化淡厂的造价 都是九十一亿 你少建五条这些天价行人天桥 就可以建多一个海水化淡厂了 不信你又咨询一下香港人的民意 到底他们想要多一个海水化淡厂 还是要多五条这些天价行人天桥呢 是不是 有哪一样东西是公在当代 利在千秋 哪一样东西是大花童 起来都没有作用的 市民是懂得分的 希望那些区议员继续来做事 市民也会继续监察他们的工作 另外就看看 关于林郑 他到访了基电工程署 和运输署 了解这两个部门 应对示威的善后工作 包括修复交通灯 有一张政府新闻署发布的图片 看到他在视察一个 选拟了的交通灯控制商 你这些行为当然会被网民批评 是不是 经常去关心死物 比关心市民多 之前你已经去到中环地铁站 关心售票机和入闸机的选拟程度 现在你又去视察那些交通灯控制商 有些年轻的市民 十多岁被警察追捕 然后堕楼 为什么你不去探望他们 这些人你就不探望 那些死物你就猛地去视察 这些根本就不是以人为本 常常懂得强调法治 就骂那些暴徒破坏法治 暴徒最多只能够违法 是不能破坏法治的 破坏法治是什么人做的 是要掌握权力的人 当权者 执政者才有这样的权力 才有这样的能力去破坏法治 比如怎么破坏法治 选择性执法 专与优待蓝丝 与优待撑警人士 针对示威者 针对黄丝 或者执法者 有法不医 去到机场带上伸宿警棍 都不需要被拘捕等等 这些就是破坏法治的行为 市民是不能破坏法治的 最多是违法 你就告他 不要混淆这些概念 最后我们谈到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是由香港民意研究所所做的 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就显示 市民对于香港过去一年的发展 满意比率只有9% 一成都不到 去年是3.6% 所以就暴跌了 而不满的比率 就由去年的3.7% 就急升到今年的8.4% 令到满意度的净值 去到-75% 就是有史以来最低的 因为这个调查自从1992年开始做的 即是说香港人在过去的27年 最不开心的就是2019年 相信这个调查就很公正 很中肯 我相信没有人有意义 对吧 而且展望未来的发展 乐观正值也是负数 是去到-36% 创了08年以来的新低 08年时是金融海啸 现在当然是新低 我们也不会希望未来一年是会很好 只要不要比今年 就已经要劏鸡杀鸭还臣了 这个民调还问到另一件事 就是到底市民认为 特区政府来年最需要处理的三大问题 是什么呢 今年的次序就是这样 第一是政制问题 第二是警察相关问题 以及独立调查委员会 第三是回应民意和正事五大诉求 分别有1乘8 1乘4和1乘1的市民 认为是最需要这样做的 至于还有8% 相信是蓝丝 就说最需要处理示威者相关的问题 以及要止暴制乱 一乘都没有 好了 过去长居首位的房屋问题 去年是有4乘1的 今年只有8% 其实这个又得出了一些启示 这个房屋问题关注程度大跌 是什么呢 就反映了一件事 喂 到底你这班伙子 对于深层次矛盾 是不是有误判呢 以往香港就被他们认定了 是一个经济城市 特区政府就经常说 要搞好香港的营商环境 喂 但他们就忽略了年轻人 对于民主 自由 以及公义的追求 以及向往 是不是 这一次的运动 就已经反映得出 喂 市民是坚持这些核心价值 以及理念 对不对 而且政治问题 根本上就没有办法来经济解决 过去那半年 不停都有些地产商出来 又说捐地 建房子等等 就想着增加房屋供应 或者是想压抑楼价 但是这些措施 完全都是不对提的 是不是 是无保于事 为什么 因为你迴避了政改政制发展的问题 你想转移视线 曾经有一段时间 又将我们香港首富李嘉诚 封为蟑螂王 扣这顶帽子给他 然后就想着斗地主 又在找官媒来吹风 谁知道失败了 没有人理解你 没有人跟着你 旋律来起舞 为什么 因为现在 目前闹得这么大事 不是因为房屋问题 而是很纯粹的政治问题 以及是关乎政制发展的问题 真是不能够再去回避 你整天玩这个鱼鸟政策 整天搞这些房屋问题 根本上就是把民情错误地反映出来 这些不对提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一天你就不让真相普选香港人 一天你就搞不定 根本上这些东西就是基本法的庄严承 今天已经是年底了 12月31日 明天就是元旦日 2020年已经踏入 在这里祝福各位亦有 身体健康新年进步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